台南先进运输系统栏绿线路线图图台南市交通局提供分享 台南市将进入捷运时代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捷运工程筹备处即将挂牌 规划中的绿线及蓝线工程预定108年开工 台南市代理市长李孟燕希望113年 以并完成铁路地下化和捷运工程 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人的断义动工捷运工程 也紧锣密鼓规划中 李孟燕今天在台南市一位总质询时表示 希望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 民国113年一并完成铁路地下化和捷运工程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长林延成 今天下午向中央社记者进一步解释说 代理市长指的捷运工程是目前上在规划中有代交通部审查通过的蓝线和绿线工程 105年8月交通局正式提出的台南先进运输系统路往规划 台南捷运共有12条路线200公里 串联浮城南科及新营三大核心且分为优先路往 二级路往及未来路往三阶段建制 其中绿线浮城横贯线与蓝线中华环线正进行可行性研究 总经费于新台币600亿元 绿线蓝线两条优先路往采高价单轨 建构在既有道路的上方 绿线起气点是平时转运站永华市镇中心 约11 9公里 新京东区 北区 中西区 安平区 蓝线起气 点是永华市镇中心 平时转运站 以环状线路规划 月27 3公里 新京东区 北区 中西区 安平区 南区 仁德区 林言诚说 横贯台南市区的绿线 原本规划经过明生路 汤德章纪念公园等市中心最热闹的区域 但因为可能引发交通混乱 绿线可能会修正改走西门路和永华路 蓝线是环状路线 当下以东半部路线为优先 他表示 交通局希望台南捷运的蓝线及绿线 最慢明年底前通过审核 108年开工 如此就能赶上汉铁路地下化113年同步完工